大家好,欢迎回到地球旅馆,我是Lainster 从人类的历史来看,人类在传达隐蔽信息的时候有很多特殊的做法 比如,古人在月饼里面夹纸条传达8月15沙达子的起义密信 还有二战时期的摩尔斯电码,一直是海洋通讯的标准格式等等 随着各种编码方法的出现,解码专家也成功的破解了很多的密信 其中包括军事情报和禁书等等 但是唯独有一份手稿,显得与众不同 几个世纪以来,尝试破解他的人不在少数,但是都没有人成功过 手稿里的每个字母,字里行间和手画的插图都透露着神秘的信息 根本就没人知道他的作者是谁 有人说这是达芬奇小时候的作品,也有人说是女巫写的 甚至还有人说这是外星人的书 但是都没有证据证实这些说法 有关这本书的一切,至今仍然是个谜 这本堪称是没有一个活人能看懂的书 它里面的文字到底藏着什么秘密呢? 今天我们就来聊聊世界上最神秘的书 福尼奇手稿 不过在故事正式开始之前 我要先来感谢一下可以让我们持续拍摄影片的赞助商 Surfshark VPN Surfshark VPN能够确保你的数码生活安全无忧 怎么做到的呢? 大家知道吗? 我们的IP暴露了很多我们自己的信息 比如我们的地理位置啊 还有我们论坛贴词的线上追踪啊等等 不过有了Surfshark VPN之后 就不需要担心这些问题了 因为它能够创建一个安全渠道 像黑客或者是你的网络服务提供商 甚至是政府隐藏你的私人资讯 重点是Surfshark自己也不会监视你的活动 或者是搜集你的任何类型的资讯 所以它是非常安全的 当然现在外面有很多免费的VPN可以使用 但是其实这样并不保险 因为分分钟你的个人资料就有可能被利用来牟利 要么被广告轰炸 要么你的资料被出售 所以找个好的VPN公司还是很重要的 而Surfshark VPN不仅适用于所有平台的应用程序 而且我们只需要一个订阅账号 就能够在无线台设备上安装并同时使用 这也是很多同类的VPN做不到的 Surfshark VPN还有一个很大的好处 就是他们家有30天的品质保证 如果在30天之内觉得不合适的话 可以无条件退款 现在用我们的链接就可以获得超级多的优惠 只要输入折扣码EarthIn 不仅可以马上获得83%的优惠 也就是17折扣 还另外免费赠送3个月 如果在6月购买的话 他们还会附送防病毒软件 是不是很划算呢 我们的优惠链接可以在下面的资讯栏 或者是置顶留言里找到 赶快试试看吧 1912年 意大利的耶稣会因为资金短缺 正在蒙德拉贡别墅出售部分的资产 一名波兰裔的美国书商 威尔弗雷德·弗尼契 从那里购买了30份手稿 其中疑似来自中世纪的一份手稿 保存完美 表皮是用精致的动物皮革制成的 一共240页 没有书名 翻开书看 里面不仅有大量的彩色插图 还有一堆看不懂的文字 字还是用额毛笔写的 字体从左到右横着写 全篇的字迹非常的工整流畅 没有任何的标点符号 给人的感觉 作者非常清楚自己在写什么 但是书中写的字 没有一个人能看得懂 还有一点值得注意的是 手稿的文字是围绕着插图写的 看起来作者是先画的图 字呢是后来再写上去的 图上画的东西 大概有些看得懂 有些相当的奇幻 超自然 甚至可以说是诡异 乍一看 像是中世纪的炼金术士 或者是草药医生的秘籍 为了不让人窥见自己的秘密 而刻意地用密码写成的 但是没有办法解读 自20世纪以来 不少专家都自称 成功地破解了福音器手稿 但是都饱受外界的争议 美国密码破译之父 赫伯特·亚德利 曾经在一战期间 破解过德国人和日本人的密码 就连他都对这份手稿束手无策 有些人认为 它是根本不可能被破解的 它只是一种骗局 或者是毫无章法的乱写 不过密码专家仍然坚信 它是有规律的 只是它的密码 可能有多套叠加 所以很难破译 尽管看不懂文字 科学家还是能够根据手稿里的插画 将书分成六个章节 第一个章节画的是 类似草药的一些植物 不像我们平时能够看到的植物品种 有人认为 这不属于地球上的植物 比如说这株植物 它长了五朵花 有点像像肉葵 但是却是红色的 上边还有一朵蓝色的 真是前所未见 但也有一些是可以辨认的 就像这一株 长得有点像荷叶 上边有一朵花的植物 我们查了一下 这和龙胆科的一种 叫印度杏菜的植物 相似度很高 大家看是不是呢 有的专家就认为 福尼记手稿的那个年代 对于植物构造的描绘 还不是那么的细致 直到16世纪 对于草药或者是植物的构造的描绘 才变得成熟起来 第二章是天文图案 就是月亮星星太阳等等 除此之外呢 还有星座 画的有双鱼座 白羊座 双子座 巨蟹座等等 十二星座都包含了 只有一幅天蝎座的图 看起来比较怪异 说是蝎子 但是这看起来更像是一只鳄鱼 学者唐霍夫曼 找了很多13世纪的天蝎座图画 和符文器手稿的天蝎座做对比 发现北欧一带的天蝎座图片呢 都是没有钳子 只有四条腿 类似蜥蜴的动物 霍夫曼就认为 北欧一带的艺术家 很可能没有在现实中看到过蝎子 只能靠想象画图 天蝎座的朋友别生气啊 手稿的第三章可能是生物学 画的是一些动物和一些女人的形象 有的还泡在绿色的水池里 还有一些类似血管和人体器官的描绘 非常奇特 有学者认为 这是意象化了的解剖图 这些管道中莫名其妙出现了女性 好像是在表达血液的流动和细胞结构 而第四个章节画的是宇宙 其中有一个是可以展开的 六页的折叠图 打开之后能看到一幅 包含了九个不同形态的星球 被不同的管道连接起来 其中有城堡有火山 画得非常细致 也有人把它们立体化了 变成3D画面后 像是一张城堡 或者是太空基地的浮烂图 第五章节被认为是制药相关的 因为里边画了很多境内的草药 而第六章的部分没有图片 只有类似的是配方的一些字句 左边还画了一些小花作为标记 除了以上的图案 还有很多是让人摸不着头脑的 就像这张植物本身就很怪异了 下边还环绕着类似蛇的动物 整份手稿的作画风格很奇幻 这些插图都有非常美丽的颜色 假如它是中世纪的文稿 颜色经过了几百年到现在 还是这么鲜艳 可见颜料的质量非常好 但是即使有大量的插图 却没有人能够从这些字中理出个头绪来 果然里面的文字才是真正让大家头疼的部分 全篇手稿大约有25万个陌生字符 它们像单字和句子一样形成组别 其中某一些类似拉丁文和罗马书字 其他的则与任何已知的文字都不相符 学者们一直无法找到它们的合理解释 各种语言的统计规律 在符文器手稿面前全部失效 所以多年来 关于手稿的传说也是各种各样 有的说是魔法师写的 有的说这是外星人的语言 还有的认为 这压根就是一个骗局 它实际上只是一堆没有意义的符号 然而在现实生活里 很多专家学者们也为符文器手稿着迷不已 费尽心思想找到关于它的答案 2004年英国基尔大学的学者戈登鲁格发现 只要利用一种16世纪的加密工具 就可以制作出看起来相当接近符文器手稿的文字 但是却完全没有任何隐含的信息 鲁格在符文器语音节表上使用这种工具 根据他的说法 大约只需要三个月就可以完成整本书 如果真是一场骗局的话 这么看来仿造的手法是有了 那么动机又是什么呢 答案很可能藏在手稿里的一封信中 实际上在书上威尔弗雷德买下这份手稿时 他还发现了里面夹着一封拉丁文信 这封信是科学家约翰内斯·马尔西 在1665年写给罗马耶稣会牧师的 主要是希望牧师能够帮忙破解这份手稿 信中提到这个手稿是属于16世纪的 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鲁道夫二世的 还说是鲁道夫二世花了600达卡特金币 相当于今天的8万美元从一个信使那买下的 当时还是一本无名的书 一份手稿到底有什么过人之处 值得这么高的价格呢 鲁道夫二世其实非常喜欢文艺复兴时期的 占星术、炼金术等等 所以说他会买下福尼契手稿 其实一点也不意外 而鲁格怀疑有人制造福尼契手稿 其实是为了骗取鲁道夫二世的黄金 而这个矛头就指向了鲁道夫二世 当时的炼金术师爱德华凯利 爱德华凯利出生于1555年 他声称自己使用一个水晶球 可以与天使或者是魔鬼进行沟通 还宣传自己已经研制出一种 与他们进行沟通的语言 渐渐的凯利将自己的兴趣 转移到了犯罪方面 他曾经公开的在教堂的墓地里 用黑魔法仪式召唤鬼魂 并且将普通的金属伪造成黄金诈骗 但是常在河边走哪有不失邪 他骗取了鲁道夫二世的大量财富 被识破之后入狱 最后死在了狱中 这么说来 凯利要仿造一本神秘的手稿 来骗取鲁道夫二世的钱财 就变得很合理了 但这也只是一种猜测 尼克佩林是密码学专家 他认为鲁格使用的加密工具 模拟出手稿的复杂性 这种做法很有创意 但要说事实是不是这样 还为时过早 毕竟很多人都希望 弗尼契手稿 不会只是一堆没有内涵的符号 那么现在就还有两种可能性了 要么它是一种未知的语言书写的 要么里面的文字 是经过刻意加密处理的 而作者就把真实的内容藏在其中 2009年 美国亚利桑那大学的 物理系副教授 格雷格·沃德金斯博士发现 手稿中的颜料和文艺复兴时期 所使用的色彩相近 加上探定年法 准确地测定了符文器手稿 形成的年代 是在15世纪早期 也就是1404年到1438年之间 这项发现也推翻了 很多原有的猜测和论断 首先是出生于16世纪的爱德华·凯利 怎么能够在15世纪 仿造符文器手稿呢 还有达芬奇也是在1452年才出生 那就更不可能是他的作品了 实际上 在科学家得出 福尼奇手稿的制作日期以前 这份手稿 普遍被认为是13世纪著名的 英国哲学家 罗杰·培根写的 罗杰·培根是一位 备受推崇的学者 他专注于自然研究 他对数学、光学、天文、地理 以及语言方面都有很丰富的认识 他还提出过不少有价值的论述和大胆的猜测 他曾经在牛津大学讲授亚里士多德的思想 而且死后被称为万能博士 基于他的才华 后来很多人就认为只有培根才能够写出符文器手稿 当然自从探经年结果出来后 已经确定手稿不是培根写的了 毕竟培根出现的年代比手稿更早 但是有没有这样的一种可能性 就是有人根据一本培根的著作 一笔一画的复制出来这本符文器手稿呢 确实符文器手稿这么厚的一本 但是却没有发现一处修改过的痕迹 好像真的是有一本原版 而作者呢只是按着原版抄写 可能抄错了也不知道 至于为什么培根要大费周章的把内容加密 难道真的有什么秘密不能被其他人知道吗 13世纪的物理学界有很多缺陷 接受过科学教育的培根 一直以来都是毫不犹豫地抨击当时物理学界的那种 纸上谈兵的空洞争论 他强调实验的重要性 这种直率的个性给他带来了很多麻烦 大约在1256年 培根加入了方济各会成为修士 从此失去了他在牛津大学的教职 后来方济各会发出禁令 要求培根不能再随便出版书籍 这对培根来说应该是件很痛苦的事情 培根最重要的著作是860页的大著作和小著作 他曾经在著作中抨击教会 批评祭司只顾充实自己而漠视其他的生命 僧侣也不例外 所以后来培根被以散播异端邪说的罪名被送进监狱 他被锁在了一个小牢房里17年 出来后几个月就去世了 相信培根就是弗尼契手稿原作者的一些人就猜测 手稿中的内容不被方济各会承认 为了避免受到这种惩罚 培根不得已使用加密的方法隐藏内容 甚至连手稿的名字也没写 这个猜测好像很合理 在假设弗尼契手稿是加密文字的前提下 一个叫威廉·弗里德曼的学者 在1940年左右成立了一个破译小组 他把手稿中的现行文字 按照字形替换成了英文字母和可辨认的符号 后来很多学者受到他们的影响还做出了字母表 但是他们面临很多质疑 2014年3月 英国的语言学教授史蒂芬·巴克斯声称 他成功破译了部分手稿 他参考了中世纪的各类手稿 并运用陕米特语系中的阿拉伯语 来破译了17个象形符号 还揭示出了10个单词的意思 包括杜松 香菜 剔根草 黑菇名 棉花 藏红花等植物的名字 以及希腊神话中的一个半人马的名字 卡戎 这就和弗尼契手稿的大量的插图契合了 因为在这些插图中 植物就占了一大部分 难道这就是成功破译的前奏吗 2016年 计算机科学教授格雷格·康德拉克 和研究生布拉德利豪尔宣称 他们已经成功地用人工智能 破解了弗尼契手稿 因为每种语言都可以基于 诸如字母频率之类的统计数据 进行指纹识别 于是两个人使用380种语言训练AI算法 然后再应用到符文器手稿上 最后得出的结论竟然是 手稿里的文字竟然和希伯来文最匹配 也就是说 手稿最初很可能是用希伯来语写的 然后才被编码成当前的形式 破译结果发现 手稿的开篇写了一句话说 他向祭司一家之主 我和人们提出了建议 康德拉克还发现 每部分的前72个字中 都提及了 狭窄、农民、光、空气和火等名词 这使得两个人认为 手稿确实是中世纪的炼金术笔记 虽然如此 他们也说破译这份手稿非常的困难 毕竟希伯来语是一门极其古老的语言 如果没有懂希伯来语的专家 那么弗尼西手稿的真正内容将永远是个谜 因为电脑并不能理解这门语言 毕竟这种AI算法是基于现代语言训练出来的 和15世纪的希伯来文的语法 拼写和词汇完全不同 这么说来 AI好像没有帮助破解谜团 反而给福尼西手稿增添了谜团 到了2017年9月 英国中世纪医学手稿专家 尼古拉斯·吉布斯宣布 福尼西手稿是一本关于医疗资讯的书 更确切地说是治疗妇女疾病的指南 吉布斯拿出了两本中世纪的医药书 对比之后觉得福尼西手稿的一些段落 还有插图和医学书上的内容非常的相似 简单的说可能是一本医疗笔记 想想也是有道理 做笔记嘛通常就不会写书名 然而仔细观察的话 两张图虽然相似但又不完全相同 而且最重要的是 这是什么语言呢 怎么就没人看得懂呢 吉布斯认为 福尼西手稿是以缩写的中世纪拉丁文撰写的 每个符号代表的是一个词的缩写 而不是一个单一的字母 他认为中世纪的医疗人员为了节省时间而创造了这种字体 原来在那个年代 医生的字就没人能看得懂了 说是治疗妇女疾病的指南 这个说法好像很多人买单哈 但是大家不觉得奇怪吗 因为除了书里的六个章节 福尼西手稿的插图里还有一些建筑物 虽然没有画的很准确 但是细节还是有画到位的 建筑物和妇女疾病有啥关系呢 真是让人匪夷所思 其中的插图里还有一座建筑物有点像城堡 特征是上边像燕尾形状的构造 15世纪初在意大利北方就有这种特征的建筑物 到了后期就更加普遍了 除了燕尾状 我们刚才还提到的六页的折叠图 放大仔细看的话 还可以发现一些洋葱状的圆顶 有的人就认为 这和俄罗斯的金魂古城很相似 其实在世界各地都可以找到 很多有类似特征的建筑物 所以对此的猜测还不止这些 这条线索很可能会带出更庞大的信息 目前还没有确实的研究成果 可以理出一个清晰的画面 600年来 人们对福尼记手稿的了解 唯一可以确定的就是下笔的时间了 剩下的除了谜 还有更多的谜 为什么这本书就这么一本呢 它是原著还是超本 有没有可能是一本更古老的 不属于那个年代的原著呢 它里面的内容和炼金术 到底有没有关系 这些仍然是谜 而如今的福尼记手稿呢 在威尔弗雷德死后 经过了几次转手 最后被捐赠给耶鲁大学 存放在贝尼克图书馆 并保存至今 炼金术是中世纪的一种 化学哲学的思想和始祖 它主要的目标是制作长生不老药 现在的科学表明 这种方法是行不通的 但是直到19世纪之前 炼金术并没有被科学证据否定 就包括牛顿在内的一些著名的科学家 都进行过炼金术的尝试 如果福尼记手稿 真的是一本有关炼金术的书 那么鲁道夫二世 砸众心买下这本书 就和2000多年前的金始皇 派人去寻找长生不老药一样了 只不过是一个在西方 一个在东方 大家觉得呢 好的 今天的节目就分享到这里 喜欢的话就请按赞 分享 还有打开小铃铛 我们下期再见